在临床上,癫痫常见症状一般有以下几个 1.肌震乱 这种症状是癫痫的代表性症状 其特征是突然意识葬失和全身强制和抽搐 这种症状类似于身体或肢体的抖动 又是连续几次,醒来后会更多 肌震乱在临床上很常见 但并不是所有的肌震乱都是癫痫发作 生理性肌震乱和病理性肌震乱都是存在的 一般肌震乱性发作可鉴于一些预扣较好的患者 熟悦幼儿肌震乱性癫痫和良性肌震乱性癫痫 它的持续时间通常少于5分钟 但是,这种症状在发生时极力造成患者受伤 癫痫患者在静乱期经常伴有舌头咬伤 尿事件等情况,既容易引起窒息等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肌震乱发作,可鉴于任何类型的癫痫和癫痫综合征 二,惊觉 这种症状一般发生前不会有任何明显病降 是一种异重点形的突发性症状 它主要表现来人体突然停止运动 凝视,大伤及触呼叫等症状 这种症状它通常只会持续5到20秒 即少有超过一分钟的情况存在 三,肌肉僵硬 这种症状的主要表现为肌肉僵硬 以及身体在某一紧张位置上突然固定 它通常只会持续十几秒到几十秒 但持续时间通常也和京剧一样 不会超过一分钟 这种情况需要患者家属 对患者实施注意 防止患者在发病熟人交看 造成严重后果 四,张力的突然丧失 这失指是由于双侧或全身肌肉张力的突然丧失 导致无法保持原来的姿势 突然摔倒的现象 这种症状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通常持续数秒至十秒以上 无明显的意识障碍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